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 在官方论坛里呢前两天是放出来了一个大新闻 真三国无双9和万国觉醒 问话联动出了两个新的武器 吕布和貂蝉 这边的话国外是叫真三国无双9 但是国内的话叫真三国无双8 就是真三八 然后就在刚刚呢是放出了两个新的叠照 一个是吕布的技能 一个是貂蚕人技能 这边是个英文吧 然后早上呢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图片 是这边翻译的中文版内容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两个新出的武器 首先我们先来看吕布的技能介绍 吕布是叫最强的鬼神 一技能放天化剂 对前方扇形范围内最多三个目标部队 造成一次直接性伤害 伤害系数是800 随着目标部队的增多 每个目标部队受到的伤害会降低15% 一个AO1递减 同时使受到击中的目标 防御率下降40% 此去三秒 这边的话这个一技能非常像 之前一代价 这个VIP里包的汉迪拔 为了我们对比一下 汉迪拔的一技能呢 是造成一个直接伤害系数400 然后额外造成一个300伤害系数的 也就是一共加一起700伤害系数 并使所有目标的伤害降低25% 防御率下降25% 整体来说的话 这两个效果非常的像 都是造成一个直接伤害 然后增加一个简易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二技能 马中赤兔 进攻城市时 所率领的部队伤害 提高10% 这个看起来也非常像汉迪拔 然后三技能 人中吕布 所率领的部队 攻击力提升15% 普通攻击有10%的概率 使缩准令的部队 攻击力提升80% 让部队中有貂蝉时 攻击力提升120% 持续三秒 该效果每五秒 最多触发一次 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触发类的提升攻击力 然后这个三技能的特殊效果呢 是导致了吕布和貂蝉 一起搭配使用 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貂蝉一会儿也会介绍啊 是有另一个技能 跟吕布搭配的话 是有特殊的数值加成 一个常驻的15% 攻击力提升 和一个触发的攻击力 提升120% 这个三技能的话 相比之下 跟李承贵的一个二技能 非常的相似啊 我们这边可以对比一下 李承的二技能呢 是有10%的概率 恢复100减度气 同时使攻兵的攻击力提升100% 而相比之下呢 吕布这边是提升120%的攻击力 同样持续三秒 而且有一个常驻的15%的攻击力提升 最厉害的呢 是这个人中吕布这个技能 是没有兵种限制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不是攻兵 不是步兵 不是骑兵 甚至是可以加乘到工程车上的 所以三技能搭配上的话 是非常灵活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四技能飞驾 所率领的部队 部队容量上限提升100% 由改总帅发起集结时 集结部队容量上限提升100% 然后跟这个技能完全一样的呢 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圣军技能 这里写的是提升部队容量100% 提高集结部队的容量100%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吕布的觉醒技能 方箭化级 语言的话是把一次性的伤害 提高到了伤害系数1000 并且使被集中的目标 防御力下降50%持续3秒 然后我们在官方的论坛图片中呢 还是可以看到吕布的天赋 是加在领袖 工程和技能上的 这一点的话 非常像莫函默德二世啊 但是吕布的整个技能伤害 其实并不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把这个技能 加在他的天赋数之一了 一个1000点直接伤害的觉醒一技能 1000点的数值完全不够看啊 完全不够做一个技能主导向的统帅 相比之下呢 感觉加点方面可以更倾向于工程和领袖 整体来说呢 吕布是一个感觉在一代里面 非常强的工程价 可以不限兵种 进行一个发动集结 打对面的城市 然后再来看貂蝉的技能 侧谋的5技 貂蝉 一技能 无双乱舞 在接下来的4秒内 每次攻击有100%的概率 对单田目标造成一系列性的直接伤害 伤害系数350 这个就特别像红胡子了 这个貂蝉的一技能的话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削弱版的红胡子 红胡子的一技能呢 是接下来3秒内 每次攻击都有100%的概率 对目标造成额外伤害 伤害系数800 而貂蝉是350 然后再来看二技能 五银莲 对野蛮人造成了伤害 提升25% 击败野蛮人时 获得的经验提高25% 这个的话就跟埃塞尔一样了 埃塞尔是打野提升伤害35% 然后获得经验提升35% 铁莲的话 貂蝉也是一个数值减弱版的埃塞尔三技能 再来看貂蝉的三技能 五月季所率领的部队 攻击力提升10% 防御力提升10% 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常驻 攻防10% 然后四技能呢 是五木花巷 制防技能后 治疗恢复所率领部队中部分轻伤单位 治疗系数500 当吕布在队伍中 将会额外进行一次治疗 治疗系数500 许多5秒触发一次 这个治疗技能呢 又有点像红胡子的二技能 红胡子的二技能呢 是有10%的普通攻击 会有概率治疗部分轻伤单位 治疗系数1000点 同样也是 每五秒最多触发一次 摄像比之下的话 同样都是五秒最多触发一次 红胡子稍微比较难控制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普通攻击触发 然后貂蝉的这个技能呢 是在失望手动技能之后 自动触发 相对来讲的话 比较可控 也比较稳定 然后最后 貂蝉 觉醒技 连环技 在接下来的4秒内 每次攻击有100%的伤害 对目标单位造成一次直接伤害 伤害系数400 也就是说 简单稍微提升了一下 一技能的这个伤害 没觉醒的话 一技能是总共造成1400点伤害 然后觉醒的话 一共造成1600点伤害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 吕布和貂蝉 相互搭配使用的一些增益 首先吕布和貂蝉用的话 是在吕布的三技能 造成攻击力提升 会有一个40%的额外提升 然后貂蝉这边呢 是跟吕布使用的时候 释放主动技能后 会额外治疗500 治疗系数的轻伤单位 然后再来看 这个主动技能的契合度 如果是吕布 作为一个主件的话 当放电话戟释放之后呢 会对目标造成一个 三秒的简易 是防御力下降50% 然后之后呢 貂蝉再放他的主动技能 在四秒内造成一个分段伤害 每次伤害系数400 也就是说 貂蝉的这个主动技能 会有两秒 有两次伤害 吃到放电话戟的这个简易 所以真实伤害的话 是要比这个4×400 1600更高的一个数值 整体来说 我们能看吕布和貂蝉的 整个八个技能 看下来的话 就非常像 所有一代的工程架 像汉迪拔 红胡子 穆罕默的二世 以及埃塞尔这些 武将的技能 排列组合 然后同时再重新塞给两个人 技能设计方面呢 我感觉没有什么创新性 基本就是把以前的技能 拿来重新改个数值 重新用了 然后起一个 比较契合这个武将的技能名 然后直接给塞回去 然后呢 我们再聊一聊 这两个武将 在最近出的话 主要的目标人群 是哪些人 首先我们看完技能呢 已经知道了 这个吕布和貂蝉呢 基本属于一个一代将 1.5代将的水平 介于一代将和二代将之间 有技能伤害 增益 简易 以及治疗 打野 这四个方面都具备的武将组合呢 个人感觉 这个目标人群 主要就是为了针对国服 因为大家想啊 这两个武将 肯定是在一个新开的服务器 比较厉害 如果要是在二代三代都出来的话 肯定这两个基本上上不了产了 然后呢 又是一个礼包的购买 在打着和 真三个无双的联动的一个旗号 个人感觉 就完全是针对国内市场 推出的两个武将啊 因为国内这边服务器也都是刚开 转盘也就刚刚开到理查 所以这时候出现一个 可以用礼包买的 吕布貂蝉组合 又可以攻城 又可以打野的 技能伤害也不是特别低 基本上会在国内非常抢手啊 这样一个组合 在国服 大部分人 连一代将都没有觉醒的情况下 拿出去工程的话是基本拦不住的 基本上靠礼包 就可以把这两个武将买到手 然后替代所有一代 没有觉醒的武将 个人感觉会非常好用啊 那么说回来 在国际服务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两个武将 在当前的形式下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了 因为国际服务现在移民也开了 然后新开的KVK 吸引力也非常大 所以后面服务器的人呢 也会争相移民到前面的服务器 然后前面的服务器呢 又是二代三代将 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有 而且觉醒了 而且四代将已经出现了 在这个条件下呢 基本上在国际服务是没法拿出手了 唯一就能在120天之内 在一个新的服务器 稍微称霸一下 所以这边看下来 玩国际服务或者国服务的你 觉得会去购买吗 如果要是跟我来说的话 买不买值不值呢 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值啊 具体看这个礼包要定价 但无论如何 作为一个收集空 我们肯定还是要买的 对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对联动的武将组合 吕布貂蝉的一个全面解读 希望大家喜欢 OK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